焦洞春光是宝山著名的外八景之一 这个芭蕉仙洞还跟铁上公主有点关系啊 有点关系 它这个祖国嘛 波光淋淋 水鸟翻飞 诸葛宴里浸泡着多少深深浅浅的往事 为什么要叫做洗马滩 专门用来洗马的 它国际的长马了嘛 长马了 正长了 回来以后要洗它 同属滇溪粮仓的宝山坝子 为什么这里的稻密特别受人亲爱 人文永昌特别节目《行走古异道》 知焦洞春光碧水晴正在播出 初春的宝山坝万物复苏 应非草长 梅花桃花镜像开放 到处是一片春光烂漫的景象 从古至今 宝山城西南十余公里处的石花洞 都是人们踏春赏美的好去处 俨然 春天是从这里开始的 过去每年的正月十三 十里八乡的村民们还聚集石花洞 热热闹闹地赶一场庙会 耍一场龙石舞 为此 焦洞春光也就成为了宝山著名的外霸景之一 也没有发现在这个里面走路 会有一种咚咚咚的响声啊 是的 是的 这个是 感觉特别好玩啊 特别好玩啊 这个感觉这里就是那种典型的卡斯特地貌啊 那么多石钟如千奇百怪的 哇 这个上面 你看这个上面就是 就像那种天然形成的马蹄窝在上面一样大型的 天然形的 最美了啊 好看啊 这边 哎呀 这个好像乌贼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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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特别像乌贼 是吗 这个都是水淋一下来 淋了一场 它都会自然是降起降起的啊 啊 这些 这些都是天然形成的吧 天然形成的 最美的嘛 哇 上面还有那种水的 水的那种痕迹 嗯 雨季呢 雨季呢 它叫漏雨 这个山上来 水分下来 雨就滩下来 雨季会烫水的 这个 最美了 哦 哎呀 我真的觉得好漂亮 哎 这里还有一个石散 这个石散是什么呀 从前这个地方有这个四公尺 五公尺未圆的一个大石头 啊 上面有小 又高头 有一点台 最高呢 有一点台 散台 啊 凉旺旺旺的会发光 会发光 凉色的凉啊 凉的结果就 啊 这个叫石散 有的散台了嘛 哦 哦 哦 它们会在 已经把它 已经把它削掉 破坏掉了 它以前是有 三 大台是吗 三大 就是像一个散的样子 对吧 像那个葫芦 羊的把雨肯越小了嘛 哦 从前有这个石散 就在这个地方了 哇 听你描述就觉得特别漂亮啊 啊 特别漂亮啊 好想看一下它以前是什么样的 哎呀 哎呀 被破坏了 真的好可惜 不过现在 现在就是这样被磨损了以后就光滑的 这样看着一大朵的也挺像一把伞的 是吧 是像一把伞的 像 伞不自一台 但是这个散台了嘛 一台 两台 三台 最美了啊 是的呢 哎 我看那边还有一个仙女散花 是吧 哎 有一个仙女散花 哎呀 我看见那个才发现 那个上面好多那种就是 那种转 就是花转的那种石装 我看着好漂亮啊 哇 这个地方过去呢 有这个 这个面子也快一点 有这个 以后有一个台湾啊 啊 它挺 传说 啊 有这个 这个仙女啊 像那最漂亮的那个月了嘛 啊 只有这沙车画下来 就在这个地方了 就有一次 让那根实 哇 真的好漂亮 如果要是现在以前的话 它应该是上面就是那个水滴下来 然后那种金银剔透的感觉 是不是 感觉更漂亮应该是 明代著名学者杨生安 在其名作《云南山川志》中写道 芭蕉洞 其中石乳灿烂 如帘如钟如伞之意 故又名石花 著名旅行家徐霞克 两次造访石花洞 对洞里石柱石乳 技术更为详细生动 一柱钟弦大如腹钟 鸡之红红然 其处不特此时有声 即洞里顿足 折成映像 盖其下空也 爷爷 这个石花洞 为什么要叫芭蕉仙洞呀 我一想这个芭蕉仙洞 就想到那个铁上公主 对 铁上公主它叫祖国 哦 祖国 祖国 铁上公主的药洞嘛 因为这地方呢有写芭蕉树 芭蕉树 芭蕉树 这就七个 一只个芭蕉树 叫七个芭蕉仙洞 这个岛 以前这边有很多芭蕉树吗 有 这不忘都写芭蕉树 一大片全部都是是吧 嗯 哇 那肯定特别好看 特别好看啊 十花洞大规模的开发 是于1911年 洞口高6米 宽15米 全长约500米 洞内空旷宽敞 曲折险峻 有石散 石谷 水帘洞 洞中楼等每不胜受 可惜这些自然景观和佛像 后来均不同程度地遭到破坏 我听说这个以前 这个里面还经过一只狗跟一只猫 是怎么回事啊 他们都说给我 关于这个狗跟猫的传说 但是没听懂 您跟我说说 在一个洞的最后那个地方 最最最尾那个地方 有这个洞 人是不能转进口外 像那个喇叭一样 外头大里面小 就是这个样子的是吗 就去这个狗尽动物猫 狗尽猫了嘛 所以三天三夜 那些地方就进去过来穿 都在沃夫寺跑出来一个猫 头身的猫都惨光了 就是猫都没有了 那个猫的猫都惨光了 那狗们就驾驶在里面 这个地方的人呢 就是这个我们放过一个狗 所以说也叫狗钻洞是吗 那说明还说明这里 这里跟那个沃夫寺是联通的 联通的恐怕 可能会联通 那个沃夫寺猫了嘛 啊 幽谷小洞天 沉沉若隧道 石花三月开 色彼桃花好 这是明代诗人毛炫 焦洞春游里的名句 也是石花洞留给我们的美妙意境 从石花洞出来一路西行 我们来到了伊山傍水的宝山寺 宝山寺 宝山寺位于法宝山路 始建至今已有一千二百年了 经过历代修建 寺内建筑保存较为完好 刘师傅 您来到这个宝山寺有多少年了呀 我来了三十年左右 三十年了 那您清楚这个宝山寺的历史吗 这个历史在一千三百多年了 上千年 那您知道这个宝山寺是谁建的吗 这个是在 谁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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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清楚了 这个不知道 那您跟我讲讲这个宝山寺是怎么 就是怎么建到这里来的 原来在对面包子上 包子上 准备改房子 好期末了就跑到这里来 原来叫法宝寺 现在就改名宝山寺 所以说它是有宝藏 是吗 有宝藏 离不掉这个包子 假包啊 哦 那这个宝山寺一共修建过几次啊 还是就一直是老样子 就没变过 有修过很多次了 很多次啊 哎 终于参天 刘师傅这里是供的是光宫吗 光宫 啊 为什么要在这里供一个座光宫 所以说是按福家第一次能说的呢 是不能在这里供 对对对 好 大阪门这个山寺人的 大阪门有一个光地苗了嘛 在五四被炸 这个炸弹下来就 保护着这个大阪门那条盖的山寺人的 他们比如扎着嘛 就像老人成立起来呢 发心的原来嘛 在他们那个地方做会 嗯 后来他们就来 我拆了这个 这块的块地嘛 就他们来出钱 来改的房子 来修佛 嗯 平常嘛 教我们的大阪他们 少许让福斯菩萨 嗯 每年的六月二十四日里的了嘛 他们都要伴着来福斯来做会 请着人来 嗯 那个人是这里的人是吗 大孩子的人 不是 不是 大阪苗的 本身就是大阪苗的老城上 哦 是山寺人的老人小弟都来 哦 嗯 那天还是人多呢 哦 来的 也专门变成了一个有意义的日子 是吧 这个观山是 它的来历什么呢 在三个园艺上 那个周苍啊 对啊 嗯 刘备啊 嗯 张飞啊在里边 嗯 观平啊 嗯 平常呢教我们把他福斯香火 嗯 烧烧香啊 我发现就是这一片的人 好像对这个诸葛亮 还有观云长 都是 怀着那种敬意 还有感念的 对吧 是 嗯 望海楼 是宝山寺的标志性建筑 登楼远眺 宝山坝尽收眼底 进出的诸葛燕 避水淋波 水鸟翻飞 诸葛燕 位于宝山城南四公里处 水域面积0.6平方公里 可蓄水二百余万方 可灌溉田地一万余目 诸葛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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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是一听带有诸葛的地面 我就想起了诸葛亮 这个不会也是跟诸葛亮有点关系吧 哎呀有很大的关系 也有关系啊 什么关系啊 因为诸葛亮在三国南镇的时候 来到这个地方 来到这个地方嘛 因为南边比较寒了嘛 所以就 因为 就像在他建一个词词 叫做喜马堂 喜马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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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马堂呢 为什么要叫做喜马堂 喜马堂呢 专门用来喜马的 就是国际的 喜马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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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传诸葛亮南镇时 兵至永昌郡 驻扎在附近的凤凰村 也就是今天的诸葛燕 当时驻地村民饮用水 全靠村边的沙河水 沙河下秋泛滥 冬春干涸 为解决军 为解军民饮水困难 驻军将士 金民工一起动手 在法宝山下 挖掘了长约五百米的水池 村民们称之为喜马池 驻军走后 村民们为赶怀诸葛亮 兴修水利之恩德 改成为诸葛燕 我听说 就是这里到这个季节 就是会有一些候鸟飞到这里来 您清楚吗 清楚呢 清楚啊 有些什么鸟 跟我们说说 我从小就已经生长在这个地方 过去 从一观孩子以前 就是观孩子以前 就有一些鸟 接下来的鸭子 野鸭 黄鸭 还有什么鸟翅 我听说他们说鸭鸭也在这儿是吗 鸭鸭没有见着过 没有见着 没有 他到观孩子以前呢 他就来躺了 来躺嘛 看看这个孩子 而过不过 也就一群一群的来 天上的一些肺 来躺 动物也是有灵性的 因为他年年都来着嘛 就还有一些什么 什么品种呀 都有一些 现在呢就是有黄鸭 叫冬鸭 冬鸭比黄鸭小一点 还有拔鸭更小一点 还有一些水捞 水捞鸭了吧 还有些水葫芦 小小的水葫芦 还有氧季 那氧季还是会付水的 还会付水 那氧季还是挺多的呀 嗯 多 说明这一块地方特别好是吧 因为这一点呢 我们这个大海市 这个鱼 鱼庄也多啊 鱼庄 对对对 小鱼啊 现在他们都来打鱼 打了鱼啊 他们去吃笼子 一过去 小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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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去了 我就听说这里的鱼也特别好吃 鱼也好吃 嗯 就这么会 什么就晓不得了啊 反正是我们今天那是 孩子过来以后是 杂草也多 就是那个水草了嘛 就是杂草 我之前来到这里的时候 听到村民们说 你们这里的稻米是最好吃的 对 是吗 这个是因为水田嘛 水田就是要有水 这产年四季都鼓水嘛 哦 所以嘛 在下可以倒过 嗯 那么山长也就水盆多嘛 就 就这个蜜也就软了 哦 是这么回事 上山若水 利万物而不争 诸葛燕从古代走来 从道花香里走来 养育着一代又一代的宝山人 使这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 与你真相 感觉特别好玩啊 真的 嗯 嗯 这个感觉 这里就是那种典型的卡斯的地方啊 嗯 我还有这个 嗯 想不想 想不知了 啊 还有 还有什么想起来的经典吗 嗯 十三 十三 你满血走 夜夜夜照亮回家的人 啊 雨丝 你轻点飞 我倒是孤岛上的歌声 花儿 你慢些开 点点点挡摇 心头的嘴 路是山 路是水 路是风 路是春 路是有子的诗 路是轻吻的痕 路是山 路是水 路是风 路是春 路是千年的愿 路是风 路是水 就有爱相随 面向大山 以青春的名义报道 我叫王君 我是广山学院的大学生 我来自广山学院一诗中文二班的 然后我新作 然后以后的话 我就杀你们的数学科 远山黑岭 挡不住一种激情的燃烧 拉起你的手 展开一个梦想的世界 以后好好努力一点 争取来这种地方 好 锁住我的心 留守一段无言的温柔 人文永昌特别节目《行走古异道》 知你是谁的眼即将播出